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州市区有绿化树就在风雨当中截断了 有一条很大的树枝刚好凸中一名外卖小哥 在危急关头附近有班热心的老友 是暮雨展开研究的 现场可见 落着大雨的马路上 一名外卖骑手被一大片跌落的枝叶覆盖 身上就被十几公分粗的树盖压住 示范在昨天中五十一点半左右 在广州天河区的月痕路上 当时附近不少商户都见到了这一幕 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少热心街坊立即上前勾坐 有人帮忙担姐 有人帮忙挪开树枝 在大家的努力下 外卖小哥被顺利救出 转移到路边的安全位置 据了解 被踏中的骑手 去医院检查后身体病人大碌 今天上午 记者在示范路段看到 截断跌落的树莫已经被清理圆骨 现场有市政绿化的公主人员 正在对昨天出现树枝截断的绿化树进行修剪 相关负责人表示 昨天树枝断落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这几天持续的降雨和大风导致 但附近街坊就表示 该路段之前没有下雨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树枝跌落的情况 不过幸运没踏到人 随后 记者也向现场的公主人员反归相关情况 对方表示 将对该路段的绿化树进行排查和修剪 消除安全隐患 下条新闻 说到盲盒抽卡 这几年我们见得很多 最近有些商家围绕这种玩法 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就在直播间里面 代你开盲盒 代你抽卡 以前这些东西要自己来做 现在主播帮你做了 有什么意义呢 主播代路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目的是大货要你落单 所以节奏很快的 你看到别人抽中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说你自己会不会都想落单试下呢 最近在深圳有名初中生 似乎跌了在消费循环里面 在十几天的时间就花了6万元 有律师表示直播抽卡 其实已经符合赌博的特征 一把剪刀 几排透明压黑力展示台 报警如此简单的直播间 却能够吸引几万人围观 落单 现场拆卡 近日深圳的里女士 正在读中初一的女女 就在短短十日左右的时间里面 在这样的直播间里 抽卡花了将近6万元 而此前还有八岁的女童 月中直播拆卡 花了两万多元 小小的卡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今天记者随机问了广州的同学 发现十个有八个都说玩过卡牌 就比没有这种好看的 就是卡位就小一点 LGA大约SR大约R 成本更高 就会抽到那种隐藏卡 就在那炫耀炫耀 你曾经在卡牌上花过多少钱 300 爸妈妈妈愿意吗 不愿意都抽筹出去买的 我知道了 现在都已经被教育过了 记者楼栏发现 拆卡直播间的卡牌销售 一包其实只有几元到几十元 相较盲盒来说价格更低 也更容易在未成年人当中流行 由于主播拆卡节奏快 玩法新并 所以流水很快 加上所谓稀有卡 在二次交易中可以升值 令未成年人消费者更加容易上头 导致消费量可以迅速累积起来 记者留意到 其实主播基本都会在显眼的位置 和商品购买界面上写上 未成年人禁止浪单 策工后盖不退款 但网上实际浪单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认证的步骤 只要绑定了支付方式 就可以付款购买 记者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手术拆卡 发现有很多代策直播间 距离都在下午和晚上开播 观众可以在直播间购买 不同金额的卡包 由主播延长拆卡 网上稀有等级 将卡片放在质物架上 不止是缘不后 迅速打包 后再会寄给浪单人 有律师认为 直播拆卡符合赌博的特征 而直播间中的 未成年人禁止浪单的标识 亦不能够成为直播间的免账声明 如果说明确的表示 是可以以小博大 以一个比较小的花费 就是能够获得一张比较有价值的 甚至说能够去兑换成相应的货币 那这种行为就是一个赌博了 这些小孩子在法律上面 他是一个无名字行为能力 或者是一个没有完全名字行为能力的人 那么通过直播售卖卡片这种方式 就是明显是规避了小孩的父母 之前这件事情 这种不当的消费行为 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去维护自己的合身合法权益 禁止未成年人落单 牌在那里一摆就证明了 证明了什么呢 我们直播间是遵纪守法的 但是事实上落单的人 究竟是不是未成年人 商家哪里搞得清呢 所以这种做法 纯粹就是做个样子给人看 其实类似的直播 代抽卡直播间 我们以前都有见过 说不准18岁以下的人参与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 会不会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在看呢 要防止青少年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 沉迷盲盒 社会家长学校都要进行适当的引导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考虑 他们这么喜欢这件事 会不会是一种情绪的宣洩呢 即是现代社会学习压力这么大 家庭又高度控制 小朋友得不到情绪的宣洩 可能就会在网络上找出口 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多点留意 小朋友的情绪变化 多点陪伴他们 以上这些问题就没那么容易发生 随着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几年宠物的身后事都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 例如宠物殡葬这个新兴的行业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在最近西安有一个市民就在网上 晒了一张宠物医院的小票 上面显示他的宠物小仓鼠 过了身之后 单独火化这只仓鼠的费用就要700元 对于这个收费标准 不少网友都表示 哇 震惊 竟然可以这么贵 不知大家怎么看 孙先生发布在社交平台的帖 目前已经吸引了三千多条评论 将单显示 死亡的宠物品种为仓鼠 除了700元的单独火化费用 还有49.9元的套餐费用 今日记者在大众点评和美团APP上 以宠物殡葬作为关键词 搜索到很多提供相关服务的商家 我们是根据那个宠物的那个体重去收费的 仓鼠的话是599元的 独立火化 然后还有那个股份中 一整套的一个告别仪式的话呢 就是包括一个点灯啊 打花之类的这个 它就是有另外收费的 一个淘寒它会包含在里面的 也就是总共也才999元 贵 超贵 超贵 你仓鼠多大呢 仓鼠免费都可以了 仓鼠这么小 你不跟狗一样 狗就大概都要两三百吧 随后 记者去了海珠区 一家可以24小时提供宠物殡葬服务的商家 据介绍 收费标准和宠物的体型相关 火化然后拿回古龟这样子 还有什么车接车送 有有有这个要预约 猫的话十斤以内大概就不到一千 不到一千 九百多 跟车接送 对 那火化是单独火化吗 单独火化 记者今天通过走访发现 广州关于宠物殡葬服务的收费价格 从近百元到超千元不等 那其中也包含对于宠物遗体的火化清洁 撒花点珠等一系列的服务 甚至有商家可以将宠物的骨灰或者是金石 做成一个纪念品来给自己的宠物主人当作永久陪伴 广州的一些宠物殡葬商家 还提供包括40公里内上门接宠 宠物爪印流传 无法狐疏流传 生命精石 纪念照片等的服务 非常全面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 天眼查数据显示 借借2023年9月21日 全国已经有4581家宠物殡葬商商关企业 在不少外宠人士看来 除了养宠人士日益增多 当务之急是规范相关政策 合理满足消费者的养宠需求 第一次听说很新鲜产业 如果是真有这样的 还可以真的把它这样处理 无公害 你觉得多少价钱你会接收呢 2000来块左右吧 由头到尾把它处理好就行了 可能还是要结合到政策的允许 火化还是图障各方面 那肯定要有一个最优的方法 但我觉得是使用火化的行业 有律师提醒 宠物殡葬属于新兴行业 法律上来说 只要商家明码标价 消费者都有自愿的选择权 如果产生糾纷 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可以通过消费者协会 或者市场监管部门去处理 建议消费者在消费之前的话 最好对于商家的服务内容 通过这个合同或者协议等等的认识 固定下来 如果一旦出现一个糾纷的话 可以更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每个主人对于自己宠物的感情 都是不一样的 可能对于火化的费用 有人觉得贵 但它始终是一筆一次过的费用 没有其他东西了 所以有人能够接受 我们也可以理解 现在我们要预防的是什么呢 预防有人拿这件事去做文章 形成一种攀比的风气 例如人家火葬要五千元的 你这个只要一千 而且什么服务都没有 太没有仪式感了 其实对于世世的生命 我们要什么仪式感呢 无论我们做多少事 他们都看不到的 我们做的所有事 都是给自己看或者给人家看的 对于宠物火葬这个市场 目前还没有一个很规范的行业标准 未来可能都需要有关部门 从中进行一些引渡和监督 最近有住在广州天河 跑马地花园小区的业主 在竹电新闻APP上报料 就说他们小区的二三层 原本就是办公场所来的 但是到了今年的四月份 有人就发现这些办公室 全部都在搞中装修 要将它们整成公寓 而且现在里面已经装了两台中央空调 和244个热水器 这样做是不是合法的呢 看看 广州天河区跑马地花园三级的业主 和记者表示 在今年四月下旬 他们发现有私工队 拆除了大楼三层的玻璃外纳面 正在调装中央空调和冷水机 既经打停他们才得知 原来二三层的办公用地要被改建 在进入二楼三楼之后 发现这个二楼三楼已经被改建成 每层楼122间 两层供244间的小公寓 在业主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了正在装修的其中一个房间 房间面积约为10平方米左右 已安置了床和小量架子 走廊和洗手间的位置 地板又加高40几厘米 洗手间吊顶里面的热水器 成为业主担心的问题之一 记者尝试敲经洗手间的地板 可以听到有明显的中空 翻开架构的地板 可以看到家装的水管 它用不了我们的排污管 我们是将军反对的 所以他们自己垫了10公分多的高度 来自己来去搞排污 它的土籽也不是当年审批的土籽 你拿一个2019年的施工许可证 我们多次反应 它就口同上来说停工停工 有业主提供着一份2019年的施工许可证 显示该场地的工期为190日 在2020年的消防验收单里面有写到 该场地装修后作为办公使用 5月30日我们找到街道 它也都是反复的问我说 那个办公用途和公共性住宅是一样的 我说不一样 大大的漏根本都不一样的 是不是办公跟住宅怎么可能又一样呢 针对这件事 闪川街道办公主人员回复称 施工单位在2019年取得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仍然生效 虽然许可证上的合同工期为190日 但对于何时员工并没有预期的限定 施工方目前未申请终止工程 所以许可证仍然生效 而关于干场地的用途 街道公主人员表示 施工方在现阶段仍然处于办公用地的装修期间 不能够认为存在违法的事实 但后组若要变更为住宅 需要经登小区业主的同意 是否能够成为公寓 还需要报批 针对业主担心的安全隐患 后期街道将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排查 目前在接到业主反贵后 已经要求施工方暂停施工 2019年的施工许可 公期是190日 直到现在2024年都可以继续用 这个真是新闻 如果这条路一开 以后是不是所有的工程 我只要不写清楚员工的时间 我都可以无限期拖下去 其次就是将许可上面明明写的 是装修之后作为办公室使用 但是办公和租任住房 装修需求是一点都不同的 现在里面装修了几百台热水器 地台又抬高了 就为了家庄厕所 这些工程 施工许可上面有没有许可 最后就是所有的这些改造 似乎都没有征得业主同意 不然大家怎么会这么大意见呢 这么多疑问 是不是应该要解释清楚之后 征得业主的理解或者同意之后再动工 其他方面 最新修订的广州市小客车指标 调控管理办法出台之后 受到广泛关注 尤其对于狗窑不众的市民来说 是一个福音来的 毕竟大家等了六年的这个扣车计划 这次终于不用再因为车牌的问题 而受到限制 申请当中 最受关注的当初个人饶号 累计达到72次以上 可以直接申订普通车增量指标 在广州天河区这间销售门店 今天就迎来了不少有扣车意向的客户 你现在汽车都做了优惠 你还要免费给你牌 应该是一个好的结果 市民黄生今天过来试驾 虽然之前已经成功攀牌 未能赶上这波红利 但他仍然为申请点赞 如果有这样的政策当然好 加上如果是直接开了上 少了一笔钱 好像我那样上年两万多的时候 竞回来的 现在可以直接上 那当然好 优化措施还包括非本市货席人员 满足近三年 在本市缴纳即攻基本医疗保险 累计满24个月的条件 就可以申请普通车增量指标 而节能车逢遥必中 就调整为直接申定 对于混合动力车型 亦是利好消息 业内人士分析 一套组合员下来 广州车市有望迎来一波小高潮 对于我们六排节能车指标来说 我觉得对于特别的客户来说 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 外地户口的客户 其实他就拿着一个身份证 就可以扮理在广州摸月A牌的相关的指标 6月9日之后新提出的指标申请 将会纳入到7月的指标配置当中 而相关申请的资料审核 将会按照新规来进行 而6月8日之前已经提出 并且资料审核通过的个人和单位 是不会受到影响 可以继续进行遥号和敬迫 门店负责人表示 这个周末的到店客户明显增加 申请不单止直击遥号困难户的通点 新领指标也更加高效便捷 不少4S店顺势推出优惠方案 迎接接中到来的扣车热潮 我们的智能商运的一个车型 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补贴政策 有5000最高有1万元的 对我们智能运电的一个补贴政策 最近有中山市坦秋镇的街坊和我们报料 就说他们小区有一条路 因为沉降形成了一个低窪的地带 现在搞到几乎逢雨必沉 甚至有不少人还有车辆被浸的经历 而更加麻烦的是 条路的沉降情况 这几年还不断在恶化 而且一直没人整 前几天 中山坦秋镇下了一场大雨 虽然时间不长 但小区的一条通道 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水塘 又不了解水深的司机想强行通过 结果车辆纷纷在汽水里面死火 这条环湖东路是附近几个楼盘的主要出入口 街坊说前几年地面开始出现沉降 而且越来越严重 如今这条路变成了一个蛙地 一落雨就会形成汽水 最深处可以慢过成年人的膝头哥 附近的街坊深受水浸街之苦 环湖东路呈南北走向 地势最低处 位于道路南向接近桥头的一个圆盘处 环湖东路的排水口通往旁边一个人工湖 但路面的地势低于湖面 导致汽水没有办法通过排水口排出去 记者了解到 目前这条环湖东路的管养权限 还属于小区开发箱 小区开发箱片区经理表示 何时能够解决环湖东路水浸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但已经准备了多台强牌设施应急备用 我们现场有三台强牌泵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水震的情况 我们就会临时再增加三四台的抽水泵 在香港年日来也出现了强风暴雨天气 深水埗发生了严重的路陷 出现了一个长度达到10米 深度达到5米的大坑 有关部门需要紧急风路维修 延长交通受到影响 下陷的路段位于香港深水埗海潭街 面积达到15米乘10米 深约3米 周边的栏杆和路牌都陷入 地下水管和电线外路 运营土路面也都开裂 地底下面有一个大洞 警方指 星期五下午影哲步 路面出现了3米乘2米的洞 路政署和水务署 昨天早上派完到场检查 工程期间路面进一步下陷 有工程师估计 是地下管道损毁 引致路面下陷的 地下很多时候是其他的管道 其他的管道可能是清水渠 或者是雨污水渠 或者是一些便纜 都没有那些管道 那些管道它本身 如果它当它有一些裂缝 或者一些村洞的话 旁边那些泥土 当平时我们日常都会下雨 下雨雨水会浸在地下 雨水就会在这些洞里 在涅槽里 就是把泥带进去这些满道里面 流走 接着这个炉面是一个石屎板 石屎板撕掐得比较久一点 所以变成它没那么快塌下去 所以变成一个洞 去到5米这么大才塌下 目前路陷路段仍然全线封闭 香港政府指 争取周一凌晨分阶段重开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 广东目前已经转入到 一年一度的龙洲时间 除了有很多龙洲水 很多真的龙洲 现在亦都看得到 今天上午 2024年广东省龙洲錦标赛 在阳春市的莫阳江上拖掌逐浪 来自省内降地的 24支龙洲队伍同河竞技 随着裁判法令窗响 一条条龙洲 由于离原尸战迫射逐出 飞舰的浪花 飞舞的龙旗 构成了一幅龙洲劲度的民族风情画 不少市民游客专程以来 只是为了实地感受这一非为胜况 我的内心肯定是比较激动的 因为能在这里看到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值得 经过激烈降噪 中山古镇拳风体育龙洲队 获得男子五百米 两百米 直到竞速项目冠军 南海九江相征女子龙洲队 获得女子五百米 两百米 直到竞速项目冠军 在03个月的中午时间训练 也非常辛苦 得到的维抱就是今天最好的成绩 2024年 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龙洲赛 奇端五文化嘉年华 也在今天拉开围幕 今年的平沙镇龙洲赛 采用了全新赛道 比去年赛道的长度增加了两百米 更加考验选手的体力和耐力 每一支队伍都是考验 因为去年我们是三百米 今年的话我们每一支队伍都在拿那个耐力 往年的话可以全程冲 但是今年不行 一定要保留一些力气最后冲刺 感觉他们的队员就是很努力拼搏 特别是有些队员可能体力不是很足的 情况下他依然很坚实 很努力 东莞从五月开始 持续推出四十几项体育 加文化 加旅游合于一体的龙洲月系列活动 串联起水乡十个镇街的三十个景点 推出民族游 水乡游 延航游 悠闲游 亲子游 观测游等六大主题龙洲体验团 主打龙洲可玩 可游的特色 开展龙洲加年华活动 打造龙洲装扮群游 龙洲展览 非维生活节 阴岸节 潮流暂时 龙洲延巷等潮流时尚的体验玩法 佛山碟教村龙船飘移大赛 近年来声明涨起 去年更是火爆网络 今年的赛事 仍在六月八号 也即是五月初三开止 赛事采取四日四赛制 因其比赛场地非宽阔的河面 而是在形态降异的合适河道上 25米一场的龙船 载满三四十人飘移过湾 穿桥董 吊头 场面软如赛车飘移 在广州 荔枝湾景区一年一度的 五月五龙船股系列活动 除了有592岁的 鹰暴老龙前来探亲 还有二十几条龙船齐聚荔枝湾 现场还会无龙无私 热闹非凡 好的 今晚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湾区最新闻的官方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 最新闻 明晚露力品 好 从来不须多教我 不须含火糖 然而若有难哄 手先靠你相伴 寒军照呼 假以毅情 作传寬播 怀疑你我自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